習主席刺激經濟 由自力更生 到自主研發 到今日 只求活下去 死條腿很多時候我們都是猜測 因為真正的數據並不掌握 但是外貿出走 失業率高企 是他們也承認的 但是真實數字是怎樣 最新的就是上海龍頭外貿碼頭 連續幾天沒有船拍案 那你就知道多嚴重 而來到這裡 貪污腐敗更加 因為營商環境產業鏈的轉移 國內面臨嚴峻的失業率 也都衍生了很多賄賂的問題 大家求生存就要拿些錢 就是說貪污腐敗更加嚴重 而上海一名國際海運商 他不想暴露他真實的聲明 他出來說 目前業務整體下降了四分一 他以上海重要的內外貿港 將華崩港為例 這個碼頭近期一度出現幾天沒有一隻船賣案 情況是他做了三十幾年來第一次見 這個海運商說 供應鏈已經轉移到東南亞 以前上海主要是一個碼頭 大船靠三條 小船靠四條 前些時間好幾天 直接沒有貨 我們這一項跌得最厲害 至少估計已經不見了二三十個巴仙的生意 究竟原因是什麼 就是供應鏈都發生了轉移 物流方向發生了改變 國內很多的產業已經轉移到東南亞去生產 其實不單是外資走 連中國的廠都走 這段時間比2016年 17年還要差 那個時間 好像上海去東南亞 現在不包裝卸費 即是船運費 是十元美金一噸貨 現在很多時候只能夠給到八元 直接跌了二十個巴仙 但是那時候的油價才是二百元美金一桶 現在是六百多美金一桶 而根據上海出口貨櫃價格指數 貴價運費指數 九四九百四十六點六百美金 持續十四個月下跌 創下八年來的新低 就以今個月九日發布上海出貨櫃運價指數 為九百七十九點八五美金 即是再跌全國出口貨櫃運價指數 近為九百二十一點四百美金 比上一個星期又跌了一個百分點 就以今年五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最低點是上年十二月四十七個百分點 去到二月攀升到五十二點六百分點 但是之後就迅速下跌 四五個月份已經跌出了榮沽線 去到四十八點幾 這篇報道呢 講得很清楚 我們有時候呢 單靠官方的數字 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直接訪問這些營運商 那很簡單 有錢賺有錢賺 沒有錢賺沒有錢賺 尤其中國只能夠報喜不報憂 今天他報個憂給你聽 就是講的必定是事實 中國能不能夠活下去 不單止是這樣的 實際上香港的貨運業 也都因為中國這一種戰狼外交產業鏈的轉移 連中國共產黨本身的廠都不留在中國 你的未來有多強 習主席講的自力更生 這樣大家真是聽一下就好 而香港的貨櫃碼頭也都一樣 有個網友 他駕香港local 他說現在日日 以前日日有三隻櫃 四隻櫃 五、六隻櫃都有 就是稻櫃交收 他說現在基本上 除了三、四、五、六有事做之外 星期日、星期一、二 大家都在那裡擺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